这位朋友啊,做了一个帖子,他说这个,一看秀才的评论笑死了,哈哈哈哈哈哈 都是说,哎呀,秀才弟弟啊,嗯,我为你守寡守了三十年了 秀才弟弟啊,我在这里望着你了,你看到我了吗 啊,这位朋友说了,他完了,前天看秀才直播,第二天一看榜二是我妈,哭了 因为这个奇异的现象,很多年轻人呢,也守在秀才这个账号里面 所以还可以产生论战,有些个上年纪的朋友就说,不管你们怎么侮辱秀才,我们就真爱,你们没治 啊,很多这里面还有人,就是好像有抠字的,他们截的图,说秀才秀才,你在哪里啊,姐姐怎么看不到你呢 他们不知道秀才被疯 看,这位大姐把自己辟成这样子 啊 啊,找秀才啊 这个还算年轻一点了,是吧 我把退休金给你刷的大飞机了,哎呀,秀才弟弟啊,我在这里看着你 啊 这个是非常,其实 呃,是一个问题的,是吧 就是 这些个老房子怎么失货的呢 啊 啊 这是怎么回事呢 啊 呃,可能首先呢 这些人呢 没有谈过恋爱,啊 他就是他们自己定义的恋爱啊 没有谈过 啊 就是这个 啊 不管生活怎么重压 内核呢,还是个恋爱脑 啊 恋爱啊 你脑袋精从啊 你脑袋卵啊 反正 哎,就是这样 是吧 让这个自己真实的生活呢 没有满足自己这个意愿 让这个秀才一下就都给爆发出来了 秀才用了什么手段呢 秀才就是你也别想太多 你想太多 就不用 就是一个简单粗暴的手段就好了 是吧 就吐杏子 吐舌头就可以 没有什么 因此有一本书 下架 他就是这个 为什么被下架 啊 就巨婴啊 表面上一看 都是这个千奇百怪的 各种各样的 沧桑的老年人 什么 其实内心里都是少年呢 是吧 啊 这少年都不行 内心里都是婴儿啊 嗯 其实是婴儿 内心里都是婴儿 就是这个 啊 那个秀才呢 简单的出爆 就暴露性器官就可以 不用其他的东西 什么也不用 就完了 就结束了一切